我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有各自的特点 他们经历过盛世 也来到了灭亡 每一个朝代灭亡都有自己的原因 内忧外患应该是绝大多数朝代灭亡的理由 想要治理好一个国家 简直太难了 不仅要抵御外人的攻击 还要时刻注意自己人的背叛 所以每一个朝代的统治者都是文武全才 不然根本做不到治理好一个国家 就拿清朝举例子 有过巅峰的康乾盛世 也有过腐败的晚清 很难想象 这两个时期全部属于清朝 两者相聚不过百年 短短百年 一个国家就面临着灭亡 实在让人唏嘘 很多人评价晚清 都认为是慈禧造成这个局面 实际上慈禧只是其中影响全局的一个环节 真正造成清朝灭亡的导火线早已经埋下 只是慈禧加快了清朝灭亡的速度而已 因为一个人造成国家灭亡 实属有些夸张了 但不可否认 慈禧确实是晚清的罪人 她的所作所为 让整个晚清陷入了危机 作为一个女人 慈禧确实没有翻云倒海的能力 但是 她奢靡的作风 让晚清财政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其实 历史政治上 有作为的女人有很多 比如武则天等 但是慈禧的争议更加大 她掌权的时间内 几乎没有做啥有贡献的事情 反而一直霸着位置不放 同志和光绪根本夺不了权 让朝廷也左右为难 慈禧在这个位置上 享受着荣华富贵 根本没有替黎民百姓考虑过半分 身处皇宫中的慈禧 吃穿用度讲究排场 她不在乎浪不浪费 只要自己高兴就行 所以慈禧一天的花销 就足够普通人家用一年 这种程度的生命生活 肯定引起了大家的不满 但在封建王朝 根本没有人敢去质疑和反抗 慈禧直到死 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太后 但在后世看来 慈禧却是晚清的罪人 她的所作所为 直接导致了清朝的灭亡 爱心觉罗家百年的基业 就毁在了她的手中 除了奢靡作风之外 慈禧还特别不讲理 只要不符合自己心意 就随意处死 简直不把奴才的命当人命 所以在慈禧手下办事的奴才 简直是步步惊心 连给慈禧梳头都不能掉头发 被慈禧看见就会被处死 大家都知道 慈禧特别爱美 虽然年纪轻轻就成了太后 但她的一生都没有停下追逐美的脚步 甚至已经做到了极致 很多人都不清楚慈禧在紫禁城中 有一间密室 只有她一个人能够自由出入 每天她都要进去待很久 但是没有人知道她进去做什么 直到慈禧去世后才揭开谜团 原来慈禧特别爱美 根本看不得自己变老 所以到处寻找美容秘方 香体路就是慈禧从民间得来的秘方 为了让自己青春常住 慈禧每天都会花大量时间在自己的密室中 并且这件密室 她严格控制进出其中的人 很多误闯的太监或者宫女都被处死了 毕竟这是慈禧的小秘密 在万人看来慈禧就是天生励志 实际上她背地里为了保持青春 花费了很多财力物力 这个秘密当然不能透露出去 不然很多人会拿着一点质疑慈禧 因为绝大多数官员 还是支持爱心觉罗家的皇帝 当然要揪出慈禧的错误 让皇帝能够顺理亲政 而慈禧也不能给别人抓住自己的小辫子 干这些工作之外的事情都是小心翼翼的 所以才能掌权这么久 果然女人都是天生爱美的 慈禧除了这间密室之外 还有很多保养自己的方法 她每天早睡早起 不是为了处理正事 而是为了保养 相信这一点 很多现代女性都深有体会 不管怎么样 慈禧在政治上犯的错误是无法改变的 她的奢靡作风和自私自利 都让人无法原谅 这个女人也为晚清历史 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接下来说 慈禧每次生病就爱喝这个汤 一喝就是十余年 得知原料后怒杀欲出 清朝在历朝历代中 应该算是比较特殊的 因为这么多位皇帝中 很少出现昏君 和明朝相比简直就是两个极端 明朝的昏君数不胜数 而清朝的绝大多数皇帝 都希望建设好整个国家 可惜他们没有遇上好的时候 只能眼睁睁看着清朝灭亡 可以说清朝的巅峰时期 就在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个阶段 他们开创了康乾盛世 可惜并没有长久维持下去 到了嘉庆就已经出现颓势 再加上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 手上基本没有实权 所有大权全被慈禧揽了去 这就导致整个晚清 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 那么慈禧作为其中的关键人物 他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让自己成为了罪人 数百年来一直被后人诟病 其实慈禧一开始 并没有如此高的地位 他只是咸丰的嫔妃而已 没想到咸丰地驾崩后 唯一有继承资格的只有慈禧的儿子 就这样慈禧母平子贵成了太后 和慈安太后一起成了后宫最尊贵的人 可慈禧并不像其他太后那样安分 她的野心越来越膨胀 由于同治帝年幼登基 根本无法处理正事 只能有两位太后代劳 随着时间推移 慈禧迷恋手中的权力 并不希望同治亲政 在慈禧的纵容下 同治越来越荒唐 而慈禧一手掌控整个朝廷 过起了奢靡的太后生活 这种奢侈 是很多人无法想象的 慈禧的吃穿用度 都必须有排长 排长就意味着花的钱越多 但慈禧并不在乎 只需要去享受就行了 由于慈禧喜欢闻花果香气 所以只要是慈禧所处的宫殿 必须摆满新鲜水果 等这些水果放烂后 又换上一批新的 可以说慈禧浪费的新鲜水果 就已经多到让人难以想象了 更别提她正常的三餐 更是讲究排长 忽略浪费 活着的慈禧 浪费了大清很多资产 死后的慈禧 还带走了一大批国库中的财宝 她从始至终 没有为大清的百姓考虑过半分 所以一直到如今 慈禧仍旧是大清灭亡的罪人之一 虽然不能完全怪在她的头上 但绝对和她脱不了干系 慈禧不仅生活奢靡 还特别不讲理 只要自己不顺心 就不会让别人好过 近身伺候慈禧的奴才 每天步步惊心 就怕惹太后不快 自己丢了小命 慈禧贵为太后 她的餐食自然是天下最好的 正是山珍海味吃得太多了 慈禧肠胃不是很好 三天两头就要生一场病 每次生病 慈禧就吃不下东西 这个时候 有个御厨自高奋勇说 自己会做羊汤 众所周知 羊汤滋阴养胃 对慈禧来说正好不过 这位御厨做出来的羊汤 非常鲜美 慈禧每次喝下去 都会感觉很舒服 连喝一段时间后 果然身体好了很多 就这样 这位御厨生了官 成为了慈禧的御用厨师 慈禧喝羊汤 一喝就是十多年 她已经离不开 这位御厨做的羊汤了 但是御厨年纪越来越大 想告老还乡 慈禧当然舍不得 只能让他留下羊汤的秘方 在做 御厨自然不敢怠慢 告诉慈禧 自己用的原料 是普通的羊下水 这一下惹怒了慈禧 因为羊下水 在古代是老苦人家使用的 羊下水 指的是羊身上 要丢弃的内脏 在慈禧看来 是下等肮脏的东西 没想到御厨 竟然用羊下水 给自己熬汤喝 即便羊汤再好喝 也无法平息慈禧的怒火 慈禧一气之下 杀了御厨 慈禧这种 看重尊规被剑的人 怎么可能忍受 自己吃下人吃的东西 所以 御厨的下场 在医疗之内 由此可见 慈禧的虚荣心 真的太强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